有他个题库有个范围但是你必须要全部看过 我看过那个题目基本上好难度可能还比国际正常的考试题目还要更难 还好是说将来考试的时候 他的那个ABCD的位置都一样 所以 但如果要考考过专业级才是厉害的 我也看过有人考考试真的就考过专业级 而且 我刚刚听 听主任讲是说你们考试用Eclipse 可是实际上 理论上规定 这个这个考试出来很久了这规定是应该只能用什么用记事本 没有不行啊怎么会不行你compile的时候他会秀出第几行有问题吗那你就自己去check一下不就好了 那我今天因为我 也监考过 其实 最近电脑证照这方面 我监考我自己也考 然后我也命题 我也审题 我也 也有评分 反正这一串的其实我都经历过了 那我也看过有同学很厉害 真的用记事本 考专业级 太厉害了 我看他 全部把 打完 而且还 正确而且还拿到证照 这才是本事 所以当然不是说每个人都这么强 不过好如果你可以办得到的话 那你真的是厉害 也就是以后如果你到公司里面 去coding的话我想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 不过前提是你要能够通得过了OK 好 那 那 大概简单一下 我简介一下 如果要找到我非常容易 你在Google关键字里面 打吴老师前三个都是我的 Google的前三个 那一百 一两百个结果里面 好前三个都我的 好所以你打吴老师 第一个是我教学部落格 第二个是我的 二三都是我的教学频道 那我的教学频道两个加起来 观看次数现在也超过三百万次 好 所以我的观看次数已经大概 恐怕比一个学校开放出来的影片还要更多 好所以要看 要 这个所以说很多那个我到很多老学校老学校的老师都说 你网路上好像不认 只要这个领域的好像不认识你都很难 因为什么因为我用 呃叫做病毒式的 病毒式的那个行销 所以只要我上过课反正我都传上去传上去 当然上的好不好是一回事啊 反正你至少知道我 而且知道我在教这方面东西 OK 我这个这个部分也是未来的趋势没办法 也是要分享啊 大家都知道认识我 所以陆陆续续 去好我在很多地方上课我刚讲过学校单位 公务人员 还有业界 其实还有像业界专家那之前我担任过 十一电脑的执行长 拥有五年的业界的实务经验 好那也就是说呢 我的 教学其实大部分都是实务面的分享而不是说只是 理论方面的说明啊 所以其实 这部分是比较重要的因为很多东西 当然理论大家都会讲讲很多但是实际上做不做的出来是一回事 所以最近那个像 很多比较热门的话题 我觉得都大家都可以去关心 像什么小米机 小米机这部分 App 或者是 相关一些比较热门的话题 其实都跟java很有关系因为enjoy现在市占率超过八成 现在他百分之八十 占有率啊 所以可想而知 java的重要性很高 主要原因是enjoy的 原生的程式就是用java写的 用java写的 另外呢 另外还有一种不是用原生的方式用web的方式 web的方式来写 那这个部分也是用java 不过是用java script 也是java类似的语法 JQuery 这部分 那需求也非常的大 因为现在是爆炸性成长 那像那个PC Home 应该知道我现在已经六个小时了 那他最近有一个数据啊 他们营业额大概一年超过100多亿 他每个数据就 销售 排行榜前三名 第1名是什么呢 第1名就是 平板电脑 应该没有意外吧 对不对 因为每个人都很想买一台平板 如果没有平板的话 第2名是什么 智慧型手机 第3名是什么呢 其实还是跟这个很相关的 第3名是 可以上网的智慧电视 所以你会发现前三名 几乎都被什么 anjoy给包办了 里面都anjoy 销售量都非常好 所以可想而知 硬体 大量的 大量的这个 出货 可是问题是 软体部分呢 那台湾最近 比较不景气 是因为都在做硬体 来做硬体 可是软体部分 被忽略了 是什么事 有什么事 有什么事